11号 今天礼拜四 今天大盘大涨 先说操作 因为今天趋势是完成突破的 日线小白龙上轨是突破的 所以趋势是不能违背的 趋势破位卖出 趋势突破买入 所以今天收盘趋势突破是确定的 那么买点就是确定的 所以仓位回归到小白龙上的仓位 小白龙上的仓位是多少呢 是半仓到满仓 这是范围 标仓5 所以明天 明天 你可以再开盘买 也可以在盘中找地点去买 都可以 好吧 我们先说操作 然后我们再来讲具体的内容 首先今天在教室里边 我们能看到有同学呢 咱们现在很多同学呢 基本是不抱怨了 没有什么抱怨的 因为在教室已经很长时间了 但是呢 还是心里呢 不舒服 对吧 觉得老师这 这个按照趋势卖了 卖了之后呢 连着涨了四五天 五六天 完了趋势又给突破了 然后呢 还在买 这个心里边不舒服是正常的 但是呢 它并没有违背咱们的交易规则 所以这个呢 大家还是要 去坚持规则 那这张图里边呢 大家来看 今年 今年从一月初开始 破了趋势之后 到六月二号趋势突破之间 这个呢 就是一个跌势 对吧 在这个跌势里呢 那按照我们刚才讲 小白龙下的仓位 是零到五之间 小白龙上的仓位呢 是五到十之间 这个是仓位的规则 仓位的规则 注意啊 规则 这个规则 仓位有仓位的规则 个股有个股的规则 对吧 做人有做人的规则 它们外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则 所以咱们的仓位规则呢 第一 上能指数 第二 小白龙 第三 小白龙上 仓位是五到十 第四 小白龙下 仓位是零到五 这个仓位 它代表的是兵力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地方 投入多少资金 对吧 投入多少资金 就在这个时间段里 你投入多少资金 这个就是仓位的规则 所以你看从今年的1月11号到6月2号 整个的将近半年的时间 那这个周期里边呢 始终维持在零到五之间 那你就能够 尽大可能的规避这几个月的下跌周期 对不对 你偶尔的 比如说有小低点了 可以两成仓 三成仓 对吧 或者五成仓 到了趋势反出不过呢 然后呢 再空仓 再把它卖掉 或者减仓 所以你整个的下跌的这些波段呢 你都是空仓 或者是清仓 它对你的伤害都是比较小的 那将来到了掌势力的时候呢 我们的仓位呢 再到五到十 所以按照这个仓位的规则 也不会有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说白了 坚持规则它是靠谱的 你得长时间去看 你不能因为某一天 或者某几天的这个涨跌 你就动摇你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规则 那比如说我们在从4月27号以来 对吧 4月27号这波反弹以来 从4月27号到趋势下的酷粮 我们做了第一波 那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是跌势里边 跌势里边偏离趋势的买点 我们说跌势只有两个买点 第一个是偏离趋势的买点 对吧 偏离 背离 对吧 你只有这个 另外就是趋势突破 就是6月2号趋势突破 所以在跌势里边 4月27号到趋势反仇不过的酷粮 这个第一波是可以做的 这个叫做超跌反弹 偏离趋势的超跌反弹 这没有问题 6月2号到偏离趋势的高点 你看这个偏离趋势的高点 和4月27号它是相反的 对吧 所以6月2号到偏离的高点 这一波呢 也是可以做的 这是趋势上的一波反弹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呢 紧接着就是上一笔 从突破到破位 这一波呢 是失败的 然后紧接着就是今天 趋势突破 然后下一次是再向上涨一波呢 还是再往下破位趋势呢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但这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按照规则去做 这才是最关键的 我们在6月2号趋势突破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一段话 我说 从市场从一个单边跌势 直接进入到一个单边涨势 我说这种概率呢 它不大 对吧 大概率呢 从6月2号之后 市场应该会进入到一个震荡势 也就是一个过渡阶段 过渡阶段走完之后 然后市场才会重新去选择方向 比如说进入到涨势 当然它也可能会进入到跌势 所以一个单边势 紧接着跟着一个相反的单边势 这个是不太容易发生的 你可以去看历史 一个单边势后边跟着一个震荡的过渡阶段 然后再进入到一个新的单边势 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 当然从概率上 震荡向上的概率要大于向下 因为它终结了原趋势 原是下跌的 那新趋势涨的概率就大 所以目前它市场其实进入的是 就是从6月2号之后的一个震荡周期 6月2号之后的一个震荡周期 好 然后我们再说 这个震荡周期 它的浪行 从最低点到高点 这个我们说是一浪 对吧 然后进入到二浪 二浪的调整 它的空间在0.5 或者是黄金分割的位置 指贴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那这一波呢 它其实最低点接近了0.5 但是这个地方呢 它没有埋点 对吧 第一它刚破趋势 第二呢 60-90的动画呢 还消失了 也没有背离 也没有偏离 也没有低旧 也没有效量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低点 在当时的时候 把它理解为二浪的终点 三浪的起点 这个很明显 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 对吧 它只是到了0.5 别的都不具备 所以很难得出这个结论 但是它到了0.5 那你说现在涨起来 有没有可能是二浪的终点呢 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 那目前应该理解为 是三浪的初期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 因为它突破趋势了吗 对吧 理解为三浪初期是可以的 那大家大家回一回 我们前两天讲过的一个案例 就是三浪初期的一个走势 它是怎么样的 三浪初期的走势 是比较弱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目前如果定义为是三浪的初期 这个市场 它仍然在突破一浪高点之前 它仍然应该是震荡的 但是它会震荡向上 它会震荡向上 然后最终呢 突破一浪高点之后 才会加速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它仍然会表现的很难做 所以我们前段时间 其实对这种走势 是做过预判的 我们说后边是比较难做的 所以我用了一个词 叫做精细 对吧 我们要做的尽可能的精细一点 但即便我们已经 做好了 做精细的准备 但是它还是很难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高点和低点 这个小的波动的高点和低点 因为它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四大神兽什么都没有 你不能说凭感觉去做交易 我们量化交易做了这么多年 对不对 买卖点的精确化和量化 规则坚持了这么多年 你不能因为这几天的波动 然后去改变态度 所以我们判断到了市场后边是震荡 也很难做 也想到了要做的精细 但它没有点可以让我们精细 就巧夫难为五米之催 对吧 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之前说 交易这个市场 你判断对了 你看对了和做对了 这是两回事 这是两回事 你看对了和你做对了 这是两回事 所以这个市场 我告诉你 不能够无条件遵守规则的人 他永远都是对的 他永远都是对的 因为他对未来做预判 然后他总是感觉自己都是对的 但是没有临盘交易 根本验证不出来你的操作的实力 所以看对行情和做对行情 这是两个概念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后边你说好做吗 还是不好做 就算他定到了三浪的初期 三浪的初期 他会比较的慢 仍然是震荡 所以还是很难 所以呢 但是呢 操作上就不能变形 操作就不能变形 要遵守规则 越是难的时候 就越要坚持规则 对吧 仓位有仓位的规则 个股有个股的规则 小白龙有小白龙的规则 日新高 日持股的规则 这些规则都是要用起来的 有同学说老师 你这个 今天有同学说老师 能不能以后跟我们讲一讲板块 大家可以想一想 板块 我们从 之前给大家定的 不可逆的板块之后 我没有再讲过其他板块 对不对 但问题是 这一年 甚至这两年的时间里 没有别的行情 只有不可逆的行情 我说的对不对 去年 五月初 到 九月初 那波行情 是科技带来的行情 今年 今年四月二十七号 到现在 科技 和那些不可逆的板块 根本就没跌过 事与不是 所以不是说 我没有跟你讲板块 而是说 这一年 甚至这两年 没有别的板块 就不可逆 够了 而且这两年的行情里 也只有 去年的五月初 到九月初 和今年的四月二十七号 到现在 别的没有行情 别的都是在跌 而这两波上涨 全是不可逆板块 对不对 全是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相关的 然后电子元气件 半导体 科技 对不对 或者数字货币 区块链 对吧 煤炭清洁技术 对吧 新能源 风电 光电 光服 就他们没别的 对不对 没别的 你说 让我再给你天天去讲 别的干嘛 你就把不可逆的板块 做好就行了 对不对 甚至在之前 讲不可逆的时候 我说 老师长很高了 我给出的一句话是 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 它只要跌 就是机会 对不对 原话吧 现在也一个道理 今天不可逆的 还在创新高 对不对 我还是这句话 它未来的三年 五年 八年 十年 都是他们 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 我记得我们之前讲 专门讲这个 不可逆板块的时候 我就说过 我说咱们同学 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 你也应该让你的孩子 将来在 这个 工作中 应该往这方面去靠 对不对 你说过吧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代表了 未来N多年的 这个经济发展周期 对不对 我讲第一次 我们说是蒸汽机 对不对 第二次 我们说是钢铁铁路 第三次 电气时代 后边汽车电子 对吧 然后是信息技术 然后再往后来呢 我怎么说呢 就一个科技 新能源 这是一个标杆性的 标杆性的 也就是说 能够推动人类发展 经济发展 下一个时代 标杆性的 就是科技和新能源 我都不是现在说的 2014年的年底 在上海的一个活动上 我就提出来了 我这前瞻性还是很远的 2017年 新能源汽车元年 我们说了都N多遍了 对不对 当然这是过去 对吧 我们不吹牛了 现在往后呢 刚才我也说了 三年五年八年十年 不可逆的板块 只要下跌都是机会 我说了 对不对 别的板块没有 事实上我没讲 但是事实上也没有 对不对 4月27号到现在 很多不可逆板块 到今天还在创新高 根本就没跌过 这我没有说谎话 按照小白龙规则 小白龙不破 一直持有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说老师 仓位 这个不是空仓了吗 空仓不影响个股 我们讲多少遍了 个股的规则 可以无视大盘 无视仓位 我每天早上给大家 发了两张图 一张是方案一 一张是方案二 方案一是什么 方案一就是最简单的规则 小白龙突破买 小白龙破云卖 别的啥都不管 是不是 我是不是也是这么讲 这么啰嗦的 不可逆的板块的股票 小白龙突破买 小白龙破云卖 有啥问题呢 啥也不用管 大盘也不用管 仓位也不用管 什么都不用管 你老师 那大盘如果后边 帮帮帮帮帮 跌呢 你的股票一定会破小白龙 破小龙 卖了就行了 除非你的股票 一字皆勤 那倒霉了 但这种概率不大 再加上你分仓 不会有大问题 这是个股规则 方案一 还有方案二 对不对 方案二 你可以找高点捡一捡 回财买回来 破了不玩了 要比方案一呢 稍微的复杂了一点 这是个股的规则 板块是不可逆的方向 个股有个股的规则 仓位有仓位的规则 板块跟你讲了不可逆 你还想怎么样呢 对不对 你还要啥不高兴的 还要啥不满意的呢 你老师 分析商量指数 这下跌跟这不好 它不好 我也没有违背规则 对不对 它不好 我也是按照方案一 按照方案二来做的 我决定不了它怎么走 但是我能决定 我按规则去做交易 对不对 我分析的就是上证指数 那难道 那你说你告诉我 应该怎么去分析呢 对不对 如果说上证指数 从4月27号突破小白龙之后 就没有跌过 那我就一直持有 对不对 它如果就没有跌过 像不可逆一样 那就一直持有 对不对 所以大盘决定仓位 个股有个股的不可逆 规则 板块有板块 我告诉你的不可逆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然后大盘我们说了 后边就是在创新低之前 三浪应该是开启的 但是三浪的初期会继续震荡 如果创新低 那证明三浪没有开启 那就会继续的 在二浪里边耗时间 好时间 好 然后呢 今天还有一个同学说 老师我做估值期货的 从进到你的教室之后呢 我的估值期货呢 做的一塌糊涂 但是在没有进入你的教室之前呢 我的估值期货做的 还是可以赚钱的 好 那么同样道理 指数的操作规则是什么呢 我也讲过 指数的操作规则 第一 单方向做多 不做空 对不对 第二 日线小白龙下是不玩的 只玩日线小白龙上 对不对 第三 小周期 小白龙突破 开多 破位 平多 不开空 对不对 好 带着这三句话 我们看一看 他说的是这半年时间 我们就不是半年 我们就这一年时间 好吧 从 这是IF诸联 从小白龙趋势破位 一直到这 整个的这个周期 是不玩的 整个的这个周期 是不玩的 根本跌不住你 有的人来了 说开空多好呀 单方想做多 你记住啊 就是说 就是说很多同学 就是 就觉得老师 你的规则太虐了 那这如果做空 赚钱多好呀 而我说单方想做多 他就会不理解 或者不认可 我告诉你 我给你定的这些规则 那都是 都是跌跌撞撞出来的规则 双向交易会加速你的死亡速度 千万不要双向交易 你现在不理解 我可以理解你 但是你听话 双向交易只会加速你的死亡速度 单方想做多 所以这一波根本就是不做的 伤不到你 对不对 然后 从突破到破位 这一波 你可以做 那在这个可以做的 这小疙瘩泪 你也不会亏钱 对不对 就按日线的 你也不是亏钱出来的 基本上 持平 或者是微亏 或者是微赚 对不对 然后就是这几天 那你告诉我 这一年时间 你怎么会亏呢 这是IF 好 我们 我们再看IH 你说老师 我做的不是IF 我做的是IH 好 我们看IH 从这破位 到这儿突破 对吧 整个这个周期是不做的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规则 没毛病 这是不做的 从这儿突破 到这儿破位 这个应该是 要猎亏的 对吧 猎亏的 如果你参与小周期的话 可能会稍微调背一点 但是大差不差 对吧 应该也是微转 或者微亏 然后后边是不做的 所以你告诉我 你是做IF 是IH 哪个有问题 哪个也没有问题 有问题就是 你没有按照 我讲的这三个规则 对不对 你肯定是双向交易了 你肯定是乱来了 然后股票的选择 对吧 由咱们的多为共振 来选择股票 所以板块 我给你讲了 不可逆的 而这一两年的时间里边 只有他们在涨 别的都没有涨 去年的5月到9月 今年的4月27号到现在 都是不可逆再涨 别的没有行情 所以说老师 为什么你现在不讲板块了 没什么可讲的 都是不可逆再涨 我讲啥呀 你从不可逆里边 按照我讲的脉络路线 挑出那十几只股票 反反复复的去做就行了 这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策略 又不是今天才告诉你的 我是不是让大家从 不可逆的这些策略里边 板块里边每个挑一只 股票 加起来就十几只 对不对 是不是我之前讲的 别告诉我 你没有听 对不对 汽车里边的 两个系统 汽车动 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动 两个系统 一个是动力系统 一个是智能系统 动力系统是电池和充电中 智能系统是芯片 5G传感器 对吧 半导体这些 你看我 我都能 我都能 我都能说这么快了 对吧 背的这么快了 然后你告诉我 老师我都还没记住呢 那你说你怎么赚钱呢 对不对 然后电池里边挑一个 充电章里挑一个 对不对 5G里边挑一个 芯片里挑一个 传感器里挑一个 这不就才五只股票吗 然后其他的什么 风电光服 对吧 每个再挑一个 小金属挑一个 对吧 这几个挑一个 加起来也就十来个呀 谁有行情做谁呀 那谁有行情啊 小白龙突破 小白龙破卖呀 方案一呀 或者用方案二呀 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板块不可逆 个股 小白龙 方案一 方案二 仓位规则 有仓位规则 这些都是我给大家 讲的清清楚楚的 然后每天收盘课 还尽可能的 给大家讲解 一些干货 类似于昨天那种干货 然后今天有位同学说 老师 别人都可以推荐股票 为什么你的 你 你天天这样讲 你的工作还被封呢 说的很 很现实 说的也让老冯很 心伤 但是我想给大家说什么呢 第一 人活一世 会有很多的不公平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也想不明白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慢慢想明白 人活一世 它就是有很多不公平的 难道你用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吗 对不对 难道说因为这个不公平 你就改变自己的底线和规则吗 不会的 不会的 咱们写的文章 所有同学都是看得很清楚 里边干干净净 连广告我也没有做过 对不对 问心无愧 人活一世 活的就是一个心安 你可以 疯 但是呢 我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 来改变自己的底线和规则 推荐股票这个事 我就更不用说了 所有人 不管是 施政 还是 股民 所有人都明白 推荐股票这个事情 它是违法的 就算你说 如果你有 这个资格证书 那么推荐股票 也不是你想怎么推就怎么推的 它也是有 严格的 这个 规章制度的 所以 违法 违规 这是肯定的 所以 别人推 那是别人 我是不会这么去做的 哪怕说 因为这个原因 你离开了老房 我也没什么话可说 我会很伤心 但我不会 挽留 我不会 违规我的原则 和规则 因为这件事情 推荐股票 这件事情 它是违法和违规的 你知道 我知道 他也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大家 动动脑子 想一想 为什么一个 违法和违规的行为 别人还要去干 为什么 你自己想一想 对吧 想不明白 他把站到凳子上想 再想不明白 站在桌子上想 对不对 明知这是违法的 还要去干 为什么 所以大家不要 说老师 别人推荐股票 都没有事 你为什么不推荐股票 对不起 不推 永远不会 是一个很明显的 违法和违规行为 所以我不会违背 这个规则的 如果你因为这个 离开我 我也很伤心 但是我不会挽留 但是我更相信的是什么 更相信的是 我帮大家建立交易规则 我给大家讲 类似昨天那种 划线的这种干货 我给大家讲的不可逆 我给大家讲的 小白龙突破买 小白龙破为卖 这种方案一 方案二 我给大家精心制作的 交易规则 以及开发的指标 给大家讲的这些干货 我觉得这才是 你在这个市场中 能够胜出 能够走得更远 更踏实 更有价值的东西 而绝不是 鼠目寸光的 某一只股票 某两只股票 某三天行情 我说的 有没有道理 我最近也看 有一些名人 做这个直播 对吧 我想大家应该也看过 发现什么呢 发现有原则 有底线的 是会关闭打赏功能的 至少我看到两个 小月月 对吧 还有 这个 这个这个 古田乐 对不对 是关闭打赏功能的 通样道理 在咱们写博客这么多年 写微博这么多年 写公众号这么多年 大家在我的这些文章的下边 你见过乱七八糟的东西吗 没有 对不对 微信公众号 咱们也没有做过广告 也不打赏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不容易 挣个钱不容易 干嘛打赏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在咱们教室里面 踏踏实实的 建立好自己的交易规则 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建立好自己的交易规则 你才能够走得更远 走得更踏实 才会 在这个市场中逐渐的去胜出 当然 当然 合法合规的行为 并不是说 它不对 对吧 比如说打赏 那合法合规 用别人给我打赏正常呢 是正常 这就是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不一样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抨击 别人是不对的 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不是这样的 对吧 价值 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不一样 所以说 这个东西没有对错之分 但是违法和违规的 它一定是有对错的 对不对 好吧 今天的收盘课呢 就 还有几分钟时间 要不回答两个问题吧 回答两个问题 浪费一节课时间 那我就消了 所以我也不周深现在 所以慢慢的也会有很多同学离开 慢慢的咱们教室里边的人呢 就会越来越少 慢慢的慢慢的 对吧 无所谓 坚持自己就可以了 坚持自己就可以了 明天可以买吗 可以啊 小白龙已经突破了 半参 开篇就讲了 操作了 如果今天算是三浪开始的话 今天不是三浪开始 三浪初期 三浪开启 必须是突破一浪高点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 寻烈 再 teste 防修 不驚 пред球 不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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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驚 不驚 按摩